第五章 中秋节 六妈过门以后 爸买了一处大宅子 院套院 屋连屋 前院有爸的客厅 不许孩子在那儿玩 爸除了会客 也不常在那里 三妈住在二院 我只跟妈去过一次 因为一见三妈 心里就发慌 我怕听到她的笑声 其实她不是笑别人 是在笑自己 她的使唤丫头桃花 总是像孩子们扮鬼脸 好像很看不起我们 妈和五妈住三院 爸的书房 寝室在后院 六妈住东乡房 说是为照顾爸 我去过几次 都是爸要我们去的 爸从早忙到晚 会客 进宫 出席晚宴 对他来说 待在家里 可不是件容易事 每当妈的佣人赖妈 看见爸的秘书 受爸之托来请我们时 总说 父亲终究是父亲 只要有时间 就会想到孩子们 爸的脾气非常好 总是那么和善亲切 他常问我们 昨天出去玩了吗 有没有去看戏 爱看什么戏呀 爸的书房 严强是一排书架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我总想知道 是怎么印出来的 爸每天都在外面忙 根本没时间看书 他会为此惋惜吗 有时 我真想下决心 向爸讨些书来看 可以想到六妈 那张涂了白粉的 惨淡的长脸 像堵墙一样挡在路上 就立刻打消了念头 每个套院 都有一个小门 与院子左侧 一条狭窄的小路相连 通向后花园 这条小路 还通厨房和用人的房间 午饭后 大人们打盹养神的时候 孩子们便尝到花园来玩 我们喜欢花园 胜过任何别的地方 在那里 我们感到舒心惬意 从不觉得孤单烦闷 后花园有很多空心老树 正好玩捉迷藏 我们用长竹竿打枣时 红嫩的枣子 雨一样落下来 落在头上 脸上 使人很开心 最好玩的是早 正掉进嘴里 我们要是看到 早掉进谁嘴里 就会笑个没完没了 后花园还有一大架葡萄 嫩绿色和紫色的葡萄 宛若仙女们的眼睛 抬头望去 令人心醉 甚至许多年后 当我想起那可口的酸味 都直流口水 甲山石下有许多小生灵 榨门 蛆蛆 甲虫 还有许多古里古怪 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虫 把手伸进石洞 总能逮住一些奇怪的小虫 这时 我总想像自己 是在无垠的大海里搜寻 我们每天都去花园 每次都有新花样 孩子们还常找用人玩 我现在还记得 当孩子们淘气 吵闹的时候 大人就让他们去找用人玩 我很乖巧 在大人眼里 好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 没人在意 外出时 妈总说 一只小麻雀飞走了 我性情柔弱 也许因为是妈的第四个孩子 家中的第十个女儿 自然没人留心 时间一久 我也习惯了 从用人跟姐姐们的闲谈中得知 我降生的最不是时候 尽管这个家有四五十口人 但当时只有两人知道 妈又生了个女儿 一个是张麻 一个是去请接生婆的老门房 王森 孩子生后第三天 接生婆去请家里人来道喜 他们到这时才知道 接生婆当然是冲着钱去的 因为道喜的人都要往盆里扔钱 钱自然都归塌了 妈流着泪 恳求张麻别说出去 张麻也流着泪反复说 好 我不说 不然 他们会说 又生了一个 一个什么 他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一提起这事 张麻就开探 老天也是瞎了眼 太不公平 不让你妈这么好的人得个儿子 好运全给了那些没良心的 别人难受 他们才高兴呢 妈那时虽只有二十三四岁 却发誓不再生孩子了 一次 朋友介绍来一个算命先生 说能准确地预知未来 家里人对他算的命都很满意 轮到妈 算命先生说 他这辈子没儿子的命 只能生女儿 他将来要生七个女儿 用不着为命发愁 女儿们都能飞黄腾达 让妈享福 算完 他又补充说 按项书上说 这叫七星待月 三妈着实乐坏了 因为算命先生说 他会生两个儿子 将来做大官 真可谓 吉星高照 看到妈痛苦的样子 他乐得更欢了 并激讽说 要是谁上辈子知道自己是月神 该多来尽 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请原谅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说完大笑 妈气得脸都红了 可她什么也没说 只有咽下泪水 露出一丝苦笑 妈笃信命运 还有一个原因 我一岁时 妈又意外有了五个月的生孕 由于悲伤 劳累 妈在床上躺了近三个月 幸好五妈常来 帮她照看孩子 爸和三妈 却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妈认定 这就是命 就是英雄好汉 也念不过命 妈向五妈诉苦的时候 常说这句话 五妈跟妈诉苦的时候 妈也是疑子 来安慰她 从他们的闲聊中 我开始懂得 命运意味着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 有许多次 当我看见妈和五妈 捂着脸伤心哭泣的时候 我的眼泪 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中秋节那天 哥哥姐姐都跟大人 逛庙会或看戏去了 留下小的看家 我倒挺高兴 因我是个有用的人了 但他们走了 没人跟我玩 我一个人待着 不由感到一种孤独 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个寂寥的中秋 火啦啦啦的太阳 花园玩具吧 张妈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她的话把我从郁闷中解脱出来 花园的山石被阴处有个小孩 找着伴儿 真叫人高兴 她也在招呼我 那是八姐 她刚看完戏回来 因为她已答应花酱的女儿在这儿等她 她见我一个人怪可怜的 叫我和她一起玩 花酱的女儿比我们都大 我忘了她的名字 小丫头都爱跟大孩子一块玩 头两天 我们在街头见到一家月饼店 我们就决定完 开月饼店 我们找了一块地儿当月饼店 自己做 谁都可以来买 张妈真好 给我们弄来一大碗面 做了好几种月饼 足有五十个 大小都有 摆在当桌子时的长木板上 我和八姐到屋里找了些好看的纸 包起月饼 放在一个个干净的盒里 我们像店主一样坐在盒子前 然后去请张妈 吴妈来祝贺新店开张 厨子 老门房 花酱也都请了来 老门房叼着烟袋锅子 坐在柜台前 悠然自在 活像一位老顾客 为了跟真的一样 张妈真拿了些月饼来请大家吃 厨子为让大家中秋快乐 拿来一把大茶壶给大伙儿沏茶 我和八姐见月饼店办得这么红火 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 月饼店里充满了愉快的笑声 多好玩 等妈回来一定告诉她 让她也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